你有給我嗎? 你有LINE嗎? 你上次有傳給他嗎? 你有LINE嗎? 你有傳給他嗎? 我有傳給他 他沒傳給我 人家好不好 他真的有餓的時候 有請進嗎? 沒有啊 我真的有餓客是在外面的 軟燈 那你要加我 溫飢伍 溫飢伍 RJ 為什麼是Draw M 喜歡 喜歡 我對花界定義像是有點 年代的成就感 然後有點神秘 然後以及他的狹小跟昏暗的感覺 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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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第一天聽到不知道叫傑西寶貝嗎 分享一下傑西寶貝這個花名的由來嗎 傑西寶貝 因為他們好像每個姐姐們都有一個藝名 就是有一個花名啦 不要說藝名 就有一個花名 可是他們就一個代號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玩笑說 那乾脆我也來就是起個藝名好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就是叫 因為我就叫傑西嘛 因為我名字叫傑西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可以叫一個寶貝啊 傑西寶貝 就是很適合你這樣子 神秘感我覺得是來自於原本就是對於 所謂紅燈區的這個印象 因為從有記憶以來 長輩可能都會告訴你說 欸我不要接近那個地方 所以你自然而然會對於說 欸為什麼不能去 有一種就是 欸很好奇欸 就是不曉得那裡面到底在幹嘛的神秘感 那傑小跟昏暗是 源自於我們那天到現場的時候 我走到那個巷弄裡面 我是覺得說他整個的燈光是非常的陰暗的 然後他可能就是明紅燈的感覺啊 然後他整個巷弄也是比較狹窄 然後招牌就是錯落錯落 所以他會看起來有點亂亂的 然後小小暗暗的這樣子 以一個女性的身份 然後進入到這個純異性消費的一個場所裡面 就是你可以聊一下說 這件事情這個身份 然後到當天有什麼樣的特別的經驗 到當天有沒有什麼 其實打開門的瞬間 我覺得好像所有人看到我 也是會有一種 怎麼有一種 怎麼會有一個不同世界的人來這裡 對但是然後坐下來之後 好像就開始聊天啊 就會覺得說 就是開始會跟大家喝酒聊天唱歌這樣子 然後好像也是說可以 漸漸的找到一個可以 融入在這個場域裡的感覺這樣子 對然後比較有趣的一個經驗是 其中當那個送毛巾的大哥進來遞毛巾的時候 他可能也是下意識覺得說 這裡的應該來的客人都是男性嘛 他沒有注意到可能我也是客人 所以他遞毛巾的時候 就是遞給了在場所有的男生 男性客人們然後就是獨漏我 然後我就想說是把我認成小姐嗎 對然後我還想說奇怪為什麼我沒有給到毛巾 是他覺得我不是客人就對了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去過酒店 然後所以我也不太曉得說裡面到底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可能食物啊 供應什麼樣食物跟其他的酒精類 或者是飲料類的東西 但是蠻特別的是我們就是有那天有在當 有在那個地方吃到砂鍋魚頭 然後喝高粱嘛 然後當然就是我通常都不知道說 原來水果盤在酒店是一個很必備的東西 不管是在比較有台式老舊感的酒店 或者是像現在林森北的酒店 聽說就是水果盤都是一個必備的物品這樣子 然後就會讓我覺得說那我覺得高粱跟水果 是可以來做一個搭配的我覺得是很合適的 然後因為對我來說這個經驗 就是很像在做一場很像在做一場夢 進到一個夢境裡面 然後體驗過一個東西 然後醒來之後就是一切都很像是我的幻想 我的就是不是我平常會經歷的 這個東西很像是這所有的美好的事物 被包在一個球體狀的東西 對所以我們就是用氣球跟吉利丁 然後去做一些包覆 對然後它需要一些時程上的風乾之後 我們再把它的氣球從裡面取出來 它就會是一個很透明的球體這樣子 對然後我們就放入花 因為花是主視覺 所以我希望它是整個在泡泡 等於是那個球體狀的頂端 所以我一看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就是很華麗很漂亮的東西 就是很呼應就是那個場域這樣子 很華麗很漂亮的感覺 對然後再來就是灌入泡泡 泡泡的話就是會稍微比較 它消散了之後 它是會慢慢漸漸的消失融化掉的 對所以它是有一種很虛幻很飄渺的感覺 然後最後會放上各種各樣 我們當天就是吃到的水果 例如說芭樂啊然後鳳梨啊 或者是草莓啊等等這類的水果 然後營造出一個比較繽紛 然後絢麗 然後可是又會馬上消失的感覺 對然後呼應花街的這個名 所以我用了許多的食用華來做點綴這樣子 然後它是錯綜複雜 就是有時候有時候可能是高粱的味道 可能有時候又是水果味道比較突出 然後最後就是會兩個其實是會可以結合在一起的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的心理素質要非常強大 因為像我是覺得我絕對沒有辦法去處理這麼多不一樣人的 就是不一樣的個性 我沒有辦法把每一個人都按來的這麼好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去怎麼講 順著每一個人的意 或者是順著每一個人的就是毛毛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需要非常需要有應變能力 然後心理素質要非常好 非常能有那個心理素質去調適說 我今天如果真的是被不喜歡的客人硬摸了 然後硬怎麼硬就是可能硬怎麼樣了 那我要怎麼去平復我心裡的那個感受跟 就是那個自我價值吧 對啊它不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它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會消逝會結束的 就是天一亮散散去就散去 所以現在從而來的 嗯